今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小米1810 选择原因是 在竞争较为激烈的20万至30万元人民币的 纯电动车市场当中 小米SU7系列有较高的性价比 产品在续航、质价等方面具备竞争优势 能够在中国造车的新势力形成竞争 小米SU7上市24小时内订单即超过8万8千部 表现大幅超越市场预期 李昂说到小米今年的交付量6万部 预料到2026年可以交付30万部 相信小米能够与中国造车的新势力形成竞争 并且有潜力开启全球市场 小米昨日收报是16.28升了9% 挑战前高位大约是17元 如果能够突破 预料上市19元 主要大行对小米SU7上市后 给予的目标价平均是19.2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